我必须在此刻告诉你, 现在有一群供应商希望, 有些人甚至相信, 有些人甚至非常确定利率会下降, 我希望他们确实降息, 但是如果你认为他们会在14个月内连续降息13次, 那是不可能的,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或许两个具体取决于情况, 今年利率下降, 有可能今年大部分时间我们没有降息, 我们甚至不知道, 还有可能吗?利率有可能会上升吗? 极不可能, 但是我去年说过, 去年11月份在摩尔本贝日, 我们有过最后一次储备银行利率上涨, 新老板首次参加储备银行会议, 我必须告诉你, 那是不必要的事情, 市场上已经有痛苦和苦难了, 已经有痛苦和这么了, 而且还在不断积累, 这是我们不需要的利率上涨, 我们知道这是痛苦的, 现在我们有一个疯狂的故事, 对吧? 我现在必须对你说选择合适的代理人来销售您的房产比以往更重要, 因为我相信在我们的市场中, 一个好的代理, 任何一个糟糕的代理人之间的差距, 选择最好的代理, 有什么好的代理上, 一个谈判者, 一个好的代理人是创造紧迫感的人, 也是靠近买家和买家的人, 市场上的好代理上是什么? 一旦看到买家组里, 他们会立即调整价格, 重新调整价格, 团队, 我现在直接了当地告诉你们, 如果你们遇到一个不了解拍卖过程, 谈判的经纪人, 我的经验告诉我, 你们会陷入困境, 我觉得大多数买家实际上可以比经纪人更好的谈判, 特工有失绝望, 买家走并不付钱, 代理人请别走, 留下来, 我许这次销售, 他们显得绝望和需要, 嘴里有着用静呼吸的气味,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? 我该怎么办? 再见, 走吧! 人, 我必须告诉你, 谈判中, 最不在乎谈判的人才是掌握谈判的人, 他们是有权利的人, 那是什么意思? Vatna, 最佳替代谢商协议, 这是谈判的绝对蓝图, 有备无缓, 因为这意味着, 你不会变得脆弱, 而是谈判内, 石瓶出监看来, 判手像协议, 等于胃图, 咀鬆Q7、 味方石瓶一., 还烙的温馅, 是谈判的绝对蓝图, 那带谈判的人才是谈判的人, 这枝对替代谢商协议, 有价修出监法, 目的事情是谈判的人才是谈判的人, 在开箴望做的连着, 再切放文在19会连讯,